大家好 这是湖北省的八东县 刚才简单逛了一下县城 已经下午的两点了 去找个住的地方吧 这个长江三峡确实漂亮 整座县城看着挺壮观的吧 有山有水 刚才在网上找了个40多块钱 然后人家给我退单了 又找了个63块钱 去看一下吧 小宾馆 没有再便宜的了 明天早上想坐船到乌山 坐个长途的一切时间 他需要导车 所以今天晚上住在这边 其实下午两点半有一趟船 去那个陪食 这条八山路应该是八东的 商业节 有好多宾馆 商业 哎呀 深风正掉了 不知道叫哪里了 这会儿正在联系啊 还没有搬入住 应该是掉那个车上了 别的地方不可能掉 哎呀 没有窗户 这等于说在地下了 我下走 就是说他一沿着山是要见了 他那个三楼是大厅 在我下还有个一楼 是往下走的 太搞笑了 哎呀 这六十多个月醒来的房间 挺大的 房间没得说 哎呦 这 他说是在 没窗户吧 这么说 还行吧 最近 不能也不热吧 挺好的 内窗 里面的窗户 我估认这身份证 应该是掉在那个 大巴车上了 掉那个缝里面去了 别的地方肯定丢不了 走这还买票了 一直在这个身份证 跟了我十几年了都 哈哈哈哈 应该是 滑到那个 做一位的缝里面去了 别的地方丢不了 哎呀 麻烦 刚才用的是那个 电子身份证 那没身份证怎么办呀 那每天如果找件的话 那没钱都能送过来 那每天还 还得到这边等着 哎 那个大巴车上说是没有 汽车站也没有 那就奇怪了 那个身份证能掉到哪里去啊 他只能在车站啊 他因为我在车站买票嘛 他不可能就到别的地方啊 去长江岸边碰碰用起 我早上下车就在那个三峡广场 下的 乌山广场 跟着那个路线走一下吧 绕一圈 看能不能早见吧 那位身份证哪里都去不了了 我就是从这边下去的 在这边航拍了一下 在这边航拍的 无人机是从这边起飞的 然后在这边短暂的休息了一下 跟福尔摩寺一样 现在 我想这应该是掉那个客运站了 不可能叫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是从这边拍完之行 拍完之后 从这边下去的 一直到那个河边去了 这咱们早呀 这样找见吗 一直从这边下到岸边去 忘了一下宝洁大姐 他也没见 他如果捡的话 别人拿着也没用 但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吧 那么每天在外面 什么身份证不行 百分之百 我感觉在这找没啥意义 绝对是掉那个车上 或者掉那个夹缝里面了 或者就在那坑站丢了 因为今天那个应用的场景 就那个地方 在别的地方没用 它不可能从兜里面掉出来 我的兜挺深的 又到了长江的岸边 这个鱼翼翁 还是这么多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鱼翼 因为这边可能有一个石头吧 水流比较缓 它们都躲在这个地方 把今天的路都走完了 太累了 哎呀 回去睡觉吧 这没啥意义 这要找 问一下 明天那个船几点发 坐船吧 坐船啊 怎么办 都没法走了 往前 看看有啥吃的 麻烧烫 这边上去还有 都关门了 快餐 又到这个扁淡小吃街了 这边的盒杂饭 耗子饭都好吃 12块钱 随便吃 我中午就吃这个 吃点别的吧 还有啥吃的 凉面 灯师凉面王 凉面咱们 凉面 凉面 小碗 大家快要了 12块 哪个小碗吧 麻辣烫 烧烤 臭豆腐 回来了 要了一份凉面 尝一下 恩施的凉面 小份八块 不想吃 我走的热的 红烧是透了 黄瓜 嗯 这和四川两面 差不多 主要是这个 身份证 别人拿了没用 但是对自己很重要 没想到就返程了 那也没事 不能扔不过 嗯 味道不错 我想着那个身份证 应该就在那个车上 这边别的地方也没用 可能就卡在那个座椅 之间那个缝隙里面了 绝对 哎 算了 人家不愿意给你找吗 他说打扫威士的时候 没见 然后我给他说 在那个缝隙里面 那肯定夹在那个缝隙的呀 掉地上 在座椅上 走的时候都能看见 他肯定是坐的时候 对不对 靠着 靠着 刚好靠着那个 他椅子能调节嘛 放到地 可以睡觉嘛 他可能从兜里面滑出来 就可能 刚好夹在那个夹缝里面 哎呀 算了 人家高兴给你找 不高兴给你不找吗 对不对 没办法 哎呦 好了各位 行程也结束了 感觉 这补办事封证得差不多一个月吧 二十天左右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unsere人呢 来得到 好朋友 谢谢大家